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有朋友问144是前景是什么 这股成商底现价能买 上网15元有没有可能呢 那我们今天正正打算说说这个股份 你看到為什麼會跟大家說說呢 因為你看到它 這樣的走勢 對於廣故來說 比較少的走勢 通常是這樣下距 它看到趨勢其實是向上緊的 一直向上緊 先畫到第一條平骨 上升趨勢線 然後再畫到另一條 更加陡斜 而看到今天 應該是昨天向下 這裡兩點延伸出來 昨天向下考驗趨勢線 頂到雖然跌 還是跌一點點 但是頂住沒有穿 今天就馬上帥氣一點 就馬上衝上去 就升1.6% 跑贏大肆 當然沒有剛才我提到的 醫藥、汽車的辦法這麼帥氣 但是總之來說 跑完大肆的走勢 都可以的 還有成交增加 上升成交增加 有望再做好些 而剛才說了 趨勢這樣情況 那它的阻力在哪裏 15元有沒有機會 主要阻力其實是這裡 就14.8 14.8是主要阻力 這個就是前浪頂的阻力 當然你可以畫下降軌 就是14.5元 不要理會了 初步比較大的阻力是14.8元 所以有上升的潛力 特別是看周線圖 你更加發覺它的上升趨勢 其實一直都在上升 上升趨勢 比較漂亮的 你說來趨勢先吧 不妨 其實一直在反覆上升 所以 所謂買股 買當頭起 它真的是當頭起的股份 那 潛力就在了 上升的趨勢 是一直在形成 所以留意著 那指洩位就… 13元左右 12.9元左右 12.9元左右 就是前浪底 就可以視為指洩位 上網就看14.7元 甚至如果破了 有機會再試到16元多 所以15元是有機會的 因為它的勢是中線 周線圖一直反覆向上 所以有機會 這位朋友問15元 有可能是有的嗎